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弟弟,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奇幻故事,奇幻人生。 哈罗德是个生活中充满数字,但自己却少言寡语的人,工作12年来他每天都要按时刷牙,刷几颗牙,一颗牙要刷几遍都非常有讲究。 上班时他会以每街区57步的速率走过,只用45.7分钟吃午餐等等,总之就是他的生活充满精确性的数字。 与此同时,哈罗德也是一个孤单的单身狗,可这一切在周三发生了改变。 这天,哈罗德按部就班的刷牙时,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声音,在描述哈罗德的日常。 哈罗德以为自己听错了停下时,那个声音就会停下,可是当他继续刷牙时,那个声音又继续巴拉巴拉。 就这样哈罗德第一次上班迟到,上班时也没办法集中精神,那个声音严重扰乱了他的思绪。 时魂落魄的哈罗德被派去面包店查账收税,却被面包店老板娘安娜一阵狂怼。 哈罗德这种状态持续没多久就被上司察觉,上司决定给这个心情的好员工放个假。 下班回家时,哈罗德站在路边等车,那个声音又开始巴拉巴拉,还预测了哈罗德即将在不久迎来死亡。 哈罗德震惊了,无可奈何的哈罗德去看医生,医生认为他是得了精神分裂。 但哈罗德觉得自己是卷进了什么故事里,医生向他介绍了一个认识很多作者的专家。 哈罗德将一切告诉给了专家,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写出他这样的故事的作者。 专家说他的故事太过平庸,根本就不值得一写。 专家问,哈罗德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,或许这个人就是导致他最后死亡的原因。 哈罗德想起最近他收税的那家面包店老板娘,专家建议他去追求那个老板娘,或许那样就会有转机。 就这样哈罗德抱着追求的目的,用收税为理由缠着老板娘安娜。 一天晚上,安娜给他烤了曲奇饼,哈罗德原本不喜欢吃曲奇,但尝了一口后,他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味道。 哈罗德真的开始喜欢上了安娜,可是情况似乎并没有好转。 一天,哈罗德正在看电视,一个拆迁队的挖掘机直接就挖进了他家的房子,哈罗德差一点因此丧命。 专家建议哈罗德忘掉那个声音说的一切,专心地去过自己的生活。 或许命运是由他自己决定的,哈罗德开始享受生活。 一个人看电影,一个人买吉他,但还是孤单了点,哈罗德再次想起安娜。 他用心学的吉他,俘获了安娜的心,两个人开始了甜甜蜜蜜的恋爱生活。 哈罗德认为这一定是个喜剧结局,但他无意中从电视采访中听到一个叫凯特的作家的声音, 和在他脑海中的声音一模一样,而这个作家以擅长写美丽的悲剧为名, 最喜欢杀死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。 实际上这个作家为了想一个杀死哈罗德的办法,已经思考了好几个月, 但很显然他并不知道自己小说里的人物竟然真实存在。 哈罗德感觉事情不妙,他赶紧去找那个作家,他想请求作家写一个happy ending。 可是作家已经想好了截取的大纲,这是他好不容易才想出来的杀死哈罗德的办法。 哈罗德听完勃然大怒,作家助理让他读一下这本书再做决定, 这很可能是作家人生中最为璀璨的一本书。 哈罗德在回去的路上仔细研读,故事确实写得很精彩。 哈罗德一直读到所有乘客都下车,最后公交都近站了才离去。 哈罗德深深地被这个作品吸引,最后他愿意为了伟大的作品而现身。 在死前的那一夜,哈罗德和安娜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一晚, 但作家却因为看到了活生生的哈罗德而产生了负罪感。 他不能忍受活生生地杀死一个人, 他按照想好的大纲写下了哈罗德的死亡。 哈罗德在去上班的路上为了救一个小孩被公车撞倒, 但作家于心不忍改掉了结局,让哈罗德不至于被撞死, 而这本书也错失了成为杰作的机会。 可是不管对于哈罗德还是作家来说, 这显然是个更加伟大的决定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